大家好,我是朱明欣 今天我會講打瀋溫的文化 首先講一講project title 就是想研究打瀋溫和社區的關係 其實打瀋溫已經變得越來越出名 甚至列入了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 剛才講了什麼非物質文化遺產 非物質文化遺產就是 給我們社區群體 有時候個人去做一些社會實踐、觀念表達、知識、手工藝等 這非物質文化就會跟我們的歷史互動 讓我們不斷再創造 融入這個社會 同時這個打瀋溫也被美國時代雜誌選為亞洲最佳事物 政府也打算沒法理化俄頸橋去吸引更多遊客 先講一講我的條件 就是想找出這個俄頸橋 想找出打瀋溫和香港之間的關係 想找出打瀋溫對我們有什麼好處 最後一個就是打瀋溫為何會成為香港地道特色文化的原因 講一講打瀋溫 其實打瀋溫只是一些普通的民間集中 是一些武術來的 主要是想驅走身邊一些不好的東西 令到我們生活上更加順利 打瀋溫什麼時候都能打的 經濟最多人打 之後俄頸橋為何成為打瀋溫主要的集中地 原來打瀋溫是要在一個三叉路口打瀋溫就可以做有效的 那俄頸橋是三叉路口 所以很多人就會在那裡打瀋溫 從而令到俄頸橋變成一個很出名的地點 在文化學研究中 我有五樣東西想研究 第一就是打瀋溫究竟這種文化是在門落 還是變得越來越補求 第二就是打瀋溫對我們社會有什麼好處 第三就是打瀋溫如何融入到我們香港文化 第四就是打瀋溫會不會在將來被扭曲甚至失真 第五就是政府說要理化俄頸橋 究竟這樣會不會影響到打瀋溫化 那我就做了一些面試 就問一些打手 即是拜神婆和其他遊客 之後就主要 例如拜神婆來說 我選了趙婆婆先 她就說經濟就很多時候經濟最低人打 而打瀋溫的原因也有很多 例如第三者介入 小朋友生氣不舒服都會來打 原來他們主要是想祈福的 不是說打瀋溫要走衰運 之後選一個遊客 也同一個遊客做了一個訪問 就是原來她每次來香港旅行都會來打瀋溫 她就覺得這是一個很特別的問題 很代表香港 而在去的地方是沒有的 她就覺得打瀋溫完之後 心情會好一點 好像之後的事都會變得越來越好 我們得到什麼呢 在interview那裡 首先我覺得打瀋溫原來反映到社會面對什麼問題 例如主要的問題都是圍繞著婚姻和工作 而且打瀋溫對我們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可以釋放我們的壓力 以及可以平衡心理 例如你被老闆罵的話 你有沒有人去打你的老闆 我們就可以通過打瀋溫去宣洩自己心中的不滿 那它是怎樣融入在社會呢 其實我們推出了很多產品 我們的社會人士 例如有iPhone Apps也是打瀋溫的 燃銷市場的產品也是打瀋溫的 甚至有一個打瀋溫的遊行 用打瀋溫的方式去起義 其實打瀋溫這件事 以我的看法就是都市化 它為什麼可以這麼適合社會呢 就是因為它的過程快 簡單 十五分鐘完成 很適合我們這個很快的急速的社會 第二就是媒體令到它變得普通 就是它經常都把打瀋溫變成一件很搞笑的事 去呈現給我們看 我們就不會抗拒打瀋溫這件事 第三就是社會壓力變得越來越大 所以我們需要很多渠道去release我們的壓力 打瀋溫就變成了渠道 之後打瀋溫會不會變得失真呢 在未來來說 原來經濟的時候 很多大陸的女人都會去惡景橋 冒充這些小人婆 但他們的儀式是非常之隨便的 所以打瀋溫會不會賺錢的工具 令到這種傳統的文化失真 之後最後一件事就是政府 究竟說要美化這個呃溫會不會傷害到打瀋溫的文化呢 它就說要加持一些錦理的藝術裝置 其實我可能想錦理藝術裝置和打瀋溫是沒有關係的 第二就是它要成立這個打瀋溫專區 打瀋溫專區可能會影響到打瀋溫最原本的原意 就是要在三叉路口進行 寓意是要插著這些小人 那我認為打瀋溫可以幫我們抒發我們心中的覆盤 其實令到我們不需要身為不開心的東西 就可以令到社會更加和諧 社會的問題 第二就是它為何這麼適合我們社會呢 就是因為它很迎合到我們社會的 譬如一個很快的節奏 我們需要方便簡單和我們面對著很大的壓力 第三就是為何沒有這個文化呢 我認為單在表面包裝是不夠的 我們需要深入地去看一種文化 如果不是便會很單向性 如果我們只是在一個文化表面 就說要去推廣它的話 那是不足夠的 反而會令到它變得失真 和違反了原本的意思 那這個產品呢 首先要講講概念 我想表現很緊密的關係在打瀋溫和社區 就是一個可以給我們舒緩壓力 和反映我們面對著什麼問題的概念 所以我們重新設計過這個小人寺 變成三種我們經常面對的小人 第一就是這個金手指 第二就是李老闆 第三就是狐狸精 就加入這些香港獨有的文化去表達 那這個就是我的final word 你可以看到我的人字牌在上面 表達打照片通常用鞋來打的 那…